如果今天就这么对你善罢甘休 和颜悦色的原谅 我想对你是坏处 我必须要抽你的筋 拔你的骨才能让你知道 将来好好的珍惜这段爱 眼前这个被图磊怒斥的女孩名叫小霞 她究竟做了什么事 竟会导致图磊这样说她呢 原来是图磊在调解她和男友小李的矛盾时 得知了这样一件事 那时候她就一直就是拿我当一个备用的 一个替补队员 没有 一个苦力 那个时候我追你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我都说了吗 你家里不让我谈恋爱 到现在你还不说真话是吗 你还在欺骗我 还说你家里不让你谈恋爱 从交谈中得知 小李一直苦追了小霞四年 可小霞一直以家里管的言为有拒绝的 刚开始的小李也十分体谅的 想着等到小霞大学毕业 两人在名正言顺的在一起 可是令人奇怪的是 小霞毕业后却再也找不到小李的身影 这样小霞一下慌了神 无计可施之下找到节目组 希望节目组能帮他劝回小李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会让小李在快成功追到小霞时消失不见的 刚一上场小李就到出了其中的缘由 我想问问你 我在哪儿来个表妹啊 表哥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呀 你还装糊涂是吗 那天我去学校我就想找他嘛 我想白话都问清楚 学校之后 他的室友看见我了 但是我没看见他 他过来主动就跟我打招呼 他说哎 表哥 我当时我就愣了 我说跟哪儿论的表哥呀 我说不知道 不是 主持人是这样 他说你不是那小霞的表哥吗 啊 我室友一直问我 他是你男朋友吗 为什么一直给你送这个送那个 我就没法解释 我就跟他们说那时候表哥 然后给我送 你听我说主持人 后面还有呢 我就借着表哥这个身份 我就打听一下是吧 我小霞最近过得怎么样 跟他男朋友好不好啊 我说哎 小霞那人你还不知道吗 几天就换一个男朋友 听到小霞室友这样说 小李起初还不太相信 在他的心里 小霞就是单纯的小女生 不可能是室友 嘴里那样水性洋花的女人 小李怀疑是小霞室友 在制造谣言 虽说小李表面上没在意 其实心里就像扎了根刺一样 整日颓废不堪 小李的朋友不忍看 他继续消沉下去 主动提出帮他测试小霞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测试 会让小李再也不敢 和小霞有任何瓜葛呢 我哥们就说 他能试探出来 她是什么女人 他申请个QQ号 加他QQ 我就在旁边坐着 就我朋友把那个空间里面 传一些仿 豪车豪房那些图片 然后跟他去聊天 他居然当时就加上了 而且聊得特别开心 我一看和我们认识的 这段时间 态度都不一样 我朋友一说有车有房 他就有倒天那种感觉 最后我朋友说 咱们约出来吃个饭吧 他同意了 而且把注址告诉我朋友 说你过来开车过来接我 但是我没去 就是开个玩笑 我朋友没去 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 小霞仕途还在狡辩 如果当时小李的朋友去了 小霞会拒绝他们 答案肯定是不会拒绝 不知道小霞还有什么可辩解的 谁都不是傻子 他们得小心思全写在脸上了 无论如何都隐瞒不了 而接下来小李更是说出一件 令在场嘉宾都震惊的是 有一次我在上班 突然过来一个男的 上来就打回去了 领走的时候跟我说句话 以后你不要再骚扰小霞 不是 那个人 我就不明白 那个人是他一直追我来 然后打电话我问他 我说这个人是谁 他说那男人一直骚扰我 一直追我的变态 对 我就说我有男朋友 你是有男朋友 我没想到他过去打你 对于这件事 小霞把自己塑造成了受害者 迫不得已才会拿小李当挡箭牌 听到小霞在外称 自己是他的男友 起初小李心里还很高兴 等到时候细细回想一番 小李才意识到 那个男生是小霞的男友 自己才是那个 所谓一直纠缠小霞的人 这一切都是小霞编织的谎言 不等小霞反驳 小李就迫不及待地 继续爆料小霞的种种行为 那是五一的时候 我上班 他突然给我打电话 我一接他就哭了 他说我在外面和朋友出来旅游 我朋友自己走了 我回回去有事没有钱 我当时我着急 我心里特别着急 我直接请假 我就坐飞机就过去了 过去之后 他抱着我就哭 他说要是有你这样的男朋友 那太幸福了 当时我心里我特别高兴 我以为我就是他男朋友了 其实根本就不是 看着自己心爱的女孩 哭得梨花带雨 小李除了心疼之外 还有些许得开心 在他看来小霞说的那句话 就是承认自己是他的男朋友 不得不说小李还真是单纯 很明显一听 就是把他当被胎的意思 他偏偏理解成 承认自己的男友身份 在两人回去之后 小李还声势浩大的 来了一场告白 可小霞的反应 却让他大吃一惊 我鼓足勇气 用了我半个月的工资 我订了一个咖啡馆 我又买了花 又买一瓶红酒 我跟他表白之后 他说你以后别再说这种话 咱俩根本就不可能 如果说你在这 咱俩连朋友都做不成 悲剧的小李伤心不已 此刻的他才意识到 在小霞的心里 自己一直是他的备胎 需要了就紧急召唤 不需要就一脚踢开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 小李继续向主持人诉说着 自己为小霞做的一些傻事 那时候他就一直 就是拿我当一个备用的 一个替补队员 没有 一个苦力 那时候跟我说他要搬宿舍 然后我提前请了一天的假 我从上午开始给他搬 一直搬到晚上了 那是大夏天的 外面蚊子特别多 搬完之后他居然都没告诉我 自己和他同学出去吃饭去了 其实我在他心里 一直一点位置都没有 把我忘了都 小李当了一天的劳动苦力 连口水都没有喝上 好不容易搬完宿舍 主人翁却不见了 留小李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那里 按理说小李和小霞只是朋友关系 朋友帮自己忙 至少要请人家吃顿饭吧 可小霞倒好 别说吃饭了 直接把小李晾在那里和朋友去玩了 实在是太不地道了 但小霞丝毫不觉得自己有错 反而为自己辩解了一番 你也知道那个女生宿舍一般都不让男生进的 他还给我从那个楼搬到这个楼 然后就把东西放楼下 然后我就自己搬上去 然后搬上去之后我就在屋里一直收拾 我以为他搬完就走了呢 小霞这话听着真气人 人家小李是给他帮忙的 就算是他以为小李已经走了 难道不应该打电话确认一下吗 可见他根本不在乎小李的去留 反正东西已经搬完了 不需要小李在这碍事了 而小霞办的这种不地道的事远不止这些 那时候他就经常和我说 他朋友们用的手机多么多么好 他的手机就多么落伍 感觉特别有面子 然后那时候我工资一个月是 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 我攒了三个月的工资 给他买了一个iPhone 我给他送去了 送去之后他当着我的面 把我的手机号就存上了 存了一个在的字 存了一个什么字 一个在就是 是这样的 在这里的在 我是一直拿他当好朋友 然后我觉得我每次有事的时候 他都在我身边 我就说了个这么字 当时他这么和我说的时候 我也是心里特别高兴 我感觉在他的心里面有一定的位置 可以看出一个在字是多么的讽刺 在小霞心里 小李根本不配拥有姓名 可小李当时脑袋正犯迷惑 真的以为小霞是因为在乎他才这样 直到后来发生那么多事 再想起当初的那个在字 小李才知道自己就是一个超级大胃胎 自己这么多年的付出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看到小李越说越伤心 小霞这才赶紧承认了自己的错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小霞 从对小李的爱搭不理 变成了现在的穷追不舍呢 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后 才发现真的没有人再对我这么好 而且是这么无私的风险 都是有目的的 小霞步入社会以后才明白 只有小李是对自己无条件的好 当他回头找小李是 小李早已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牵扯 情急之下的小霞这才找到节目组 那么针对小霞这一情况 嘉宾老师会有怎样的意见呢 真正的爱情一定是相互的 其实你们在五年当中 你们没有谈恋爱 在过去的四年里是你在追他 但是不好意思他没有看上你 而现在呢 他其实对爱情有了新的领悟 因为面对了社会 知道哪些是真善本 所以他会觉得你现在 才是他真正的那个爱 那为什么之前这么样的付出 他没有去领悟到 而现在悔改了 你又觉得很担心 就是因为你们俩都出了问题 其实不难看出 小李一直在纠结 他是爱小霞的 但小霞对他的伤害太深 让他不敢再继续爱下去 所以即使小霞最后头怀送抱 他也觉得是有目的的 一个人被利用惯了 就算是真的 他也不敢再相信 不得不说小霞以前做的太过分 彻底伤了小李的心 让他不敢接受他的爱 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 面对小霞的这种行为 土雷老师更是忍不住斥责了他 我们都很善良 我们都非常善良的相信 人是可以蜕变 我们非常愿意相信 人人都可以浪子回头 但是有的时候面对于欺骗 于我们的痛苦 我们难道都不可以惆怅一下吗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 是不是应该相信第二次第三次 因为有的时候事实告诉我们 现实很残忍 今天还可以是朋友 明天就有可能叛变 当欺骗我们的时候 请问谁来为我的痛苦买单呢 美丽的事物总是让人心软 尤其是梨花带雨的时候 面对于这样一个楚楚可怜 又浪子回头的女生 我怎么忍心去责备你 但我想反问一句 是的 某些同期真的很不好 但我们难道不能把握自己吗 为什么有些女生可以 可偏偏你不能 当然我不是想揪住你这句不放 我只是想告诉你以后别再吃亏了 当你在要求别人原谅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反问你一句 你怎么可以 你怎么可以知道一个高中生的男生 在校外痴痴地等待你 等待一晚上 你搬着东西在上面 一直收拾东西不管别人 你怎么可以拿着别人三个月的工资 给你买的iPhone 你只存下他的名字是一个赞 你怎么可以 我说这一切不是为了谴责你 我想告诉你姑娘 人这一生最痛苦的是分不清楚 谁是真正爱你的人 你现在痛哭流泪 说明你内心有了触动 如果今天就这么对你善罢甘休 和颜悦色的原谅 我想对你是坏处 我必须要抽你的筋 拔你的骨才能让你知道 将来好好地珍惜这段爱 面对图雷老师的指责 小霞留下来悔恨的泪水 俗话说忠言逆耳 或许图雷老师的话有点难听 但只有这样才能够鞭策小霞 让他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玩弄感情 这个世界上美好的东西太多 如果连感情这么纯洁的东西 都不放过的话 那还有什么脸面对着美好的世界呢 年轻不是自己堕落的理由 好在小霞能够悬崖勒马 那么对于小李要不要原谅小霞 图雷老师有什么意见呢 我们没必要抓着别人过去不放 端着过去的一些影奏 是为了更好地过着将来 我想跟你说的是 其实你也没什么好趣的 那是你心甘情愿的付出 对于女生 如果你要是真的认为 这个男人是你美好的 生命中的东西的话 那你应该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 以当年他对你十倍的好来对他 这样的话 我认为才是你真正的诚意所在 而男生 如果你要是真的眼里揉不了沙子的话 就早好早散 不要背着一个包袱 再去继续下一段的感情 如果你能够揉得下这个沙子 那就放下前嫌 浪子回头进不换 小李若是想要和小霞在一起 那就要忘记过去的不愉快 不保留着任何仇恨 如果他做不到 那就放弃和小霞的感情 这样对谁都有好处 生活还是要向前看的 我们不能一味地活在过去的痛苦中 前方总会有一片光明等待着你 那么听了嘉宾老师的建议 小李又会做何选择呢 最终小李选择原谅小霞 和他开展一个新的旅程 永远不要害怕犯错 但也不能仗着年少而过度犯错 因为不是所有错误都可以原谅的 小霞已经为自己的行为买了单 好在结局是美好的 小霞的故事告诉我们 一定要珍惜眼前人 最后祝愿他们能够幸福长久